好 看到新北幼儿园的疫情升温 但是蔡英文总统的态度是什么呢 是正知道了吗 因为网友灌报了总统的演书 因为看到这张图真的是有一点气 为什么呢 他写的是呢 新北幼儿园疫情中央地方严密戒备 要提高警觉守护孩子 请家长跟老师们一起相互的提醒 很多网友看了这个 往这个图之后觉得 这根本是废话吗是不是 所以很多人都说 第一 一堆人都连第一季都没打 到底是要等到什么时候呢 可不可以拜托蔡政府努力一点吗 真的是非常的生气 另外蔡壁如她也说 在未来16周应该要重新检讨接种的顺序 这些呢要重新再来检讨了 因为真的不能大意 现在Delta病毒都已经入侵到了台湾 造成了双北的危机 卓博元她也痛批中央指挥中心 防疫的政策漏洞百出 追根就底呢就是疫苗不足 但是呢中央还是置若浙网文 她也再度的炮轰中央 说中央呢在采购疫苗是在装神弄鬼 说有人阻挠我们买疫苗 但实际上呢鬼就是他们民进党 就是他们在挡疫苗 情销人员全副武装在校园内里里外外进行消毒 Delta病毒再从边境入侵台湾 双北陷入染疫危机 国民党主席候选人卓博元痛批指挥中心防疫政策漏洞百出 Delta病毒入侵就是要边境严管跟社区监控 我们看这一次三位机师被突破 都是从芝加哥过来的 芝加哥啊到八月底 它每天的确诊人数呢达到了一千多个 所以Delta病毒啊绝对不能够轻浮 会造成整个防疫的破口 会造成整个医疗体系的崩解 指挥中心呢还是置若浪文 开学不到一周 双北幼儿园及小学全面警戒 追根就底就是因为疫苗不足 赶快进口充足的疫苗 如果你不买你不想买 你要把位置都留给高端 那你就公开说明 那开放我们民间自己买 卓博元炮轰中央护航高端 又不开放民间自购疫苗 根本就是居心否测 以前买疫苗装神弄鬼 说因为有人在阻挠 造成他购买疫苗困难 现在才知道原来鬼是在他们自己民进党中间 卓博元指出高端无法取得人民信任 具有国际认证的疫苗 又被中央挡挡挡 疫苗覆盖率迟迟落后其他国家 卓博元要诚实中好好扪心自问 更呼吁中央不要一错再错 否则只会让人民齐力反扑 这台北综合报道 柯文哲最近的动作频频 他积极的挖脚蓝营人士 深圳的传出引起了柯正营内侵律人士的不满 面对了柯文哲的挖脚 卓博元反而认为 应该要积极的推动蓝白河 促进在野合作 打败民进党 甚至从总统到继承选举都可以坐下来谈 而江启成则认为蓝白河要比较谨慎一点 他认为各自争取选民的支持客观的看待改换阵营 因为柯文哲他的声量比较高 相对的目前国民党主席江启成是比较弱势 那可以看得出来呢 因为党主席会影响到整个党的声量 还有社会的关注度 所以这一次国民党主席就显得很重要 那如果我们选出一个专职无私的党主席 就像我的话 我如果当党主席呢 因为我没有私心才可以团结全党 我们未来呢 当然期待蓝白河 蓝白河不只是总统这一个层面的河 在各个包括我们的县市长 包括立法委员 甚至更基层的选举 大家都可以坐下来谈 政党之间的合众联合 我觉得要看议题看状况 这不是一概而论 但是基本上在近期的这一些选举等等的 政党基本上都是回归各自努力 各自争取选民的支持 过去也会有不少其他政党的人 改挂国民党也有 或者无党的人改挂国民党也有 所以没有必要刻意去强调特文哲 所以我才会说国民党要变强 国民党要变硬 国民党要团结起来 我们才能够赢得明年底的选举 那最重要一件事情 我们在整个在野所有的民众的心中 我们是领导性有主体性的 而且是很强的很团结的 这样就不怕任何人往我们强角 在9月25号 国民党党内的国民党的 这个党主席选举就要进行了 四位的候选人你比较支持谁呢 因为谁的出现代表的是 接下来谁要领导国民党的未来 在礼拜六的政见辩论会之后呢 游艳荣他就讲了 他说问题上大致四个人发言 是围绕在两个问题上 一个就是九二共识 一个是2022年的地方选举 那么其他关于四个人相互吐槽 质疑的那些就不管了 但有三个可能 第一种可能是向中共表态 第二种可能是向前总统兼党主席 马英九靠拢 表示马英九还有票 对正常党内选举呢有决定性 而第三种可能呢 就是国民党领导阶层 对两岸关系已经是前驴既穷了 他说怎么样来摆脱 你难道要选国民党吗 这句话是民进党的通用 这个奏语 或者是有声下来 党主席选举期间 四位候选人应该要好好的思考 好好的讨论的问题 好包含了赵绍康也说了 国民党在两岸的政策呢 其实是很困难 要在亲中反中找出第三条路来 好所以呢到底这个警告 到底谁能够突破呢 这就看四个候选人 他们怎么来做决定了 国民党主席选战白日化候选人们 在全地拜票支持 今天四位候选人呢 要在中常会说明自己的参选理念 就来先听听这个周博言怎么说 到了八月底 芝加哥每天的病例 包涨到一千多例 这就是我们台湾的借境 现在我们对Delta病毒呢 绝对不能掉以轻心 目前一定要进行边境的严管 还有社区的监控 这两个是我们目前能做的 但是正本清源的方法 就一定要让台湾有足够的疫苗 让每一个人至少打好打满第二剂 至少打好打满第二剂 因为Delta病毒非常可怕 你打一剂啊 几乎是没有防护力的 这个国际的验证 国际的期刊都已经报导了 只打一剂 对Delta病毒的防护力 是在30%以下的 只要我们赶快让大家打第二剂 打好第二剂呢 它的防护力可以提升70%到80%以上 所以我们要赶快取得 国际认证合格的疫苗 让大家打好打满第二剂 这是重中之重 特别我要提醒很多国家都已经在准备第三剂了 我希望我们陈时中部长能够迷途知返 能够看看其他国家防疫的经验 也不要忘记现在台湾严峻的情势 如果我们再提升三级 我们有许多行业快撑不下去了 我们抗疫防疫民生凋敝 民不聊生 惨不忍睹 我希望政府能够看到人民的苦痛 政府能够看到人民活不下去的惨状 好 最近的画面来看到 这是四位的国民党党主席的候选人 今天要在中常会说明自己的理念 来看目前是张牙中到场 把共产党的同项 将共产党拆除之后 把它改造成一个所谓反省权威的这样一个公园 那面对民进党处展会的这样一个咄咄逼人 您怎么看他们这样全是这样的一个史观 我觉得民进党这个处展会 根本就是一个政治的追杀 它本身的存在就是一个不公不义的一个组织 以及进行的都是一些不公不义的政治方面的 一些清算的斗争的行为 我觉得我们台湾社会太需要公平跟正义了 台湾的社会更需要和平与和谐 我觉得民进党在这种一党独大 蔡英文集权集一生的情况下 还要去追杀中正纪念堂 把蒋公的同项还把它移除 我觉得这个事情是台湾老百姓不能够接受的 我自己在我参选的时候讲说 我们中国国民党一定面对历史 中国国民党做的不好的地方 一定我们勇于认错 但是中国国民党做的对的地方 我们一定坚决的捍卫 就拿蒋中正先生在台湾的历史定位来讲 如果我当选了中国国民党主席 我会立刻的召开全世界有关于东亚近代史的专家 大家共同来讨论一下 蒋中正先生到底在台湾的历史的功过 我相信这个讨论是邀请全世界的专家 而所有的过程全部都会用网络 直光的转播 如果说今天全世界的专家都认为蒋介石在台湾做的都是恶事 毫无疑问的中国国民党没有二话不讲 但是如果说今天整个东亚的学者 世界的学者 大家公认为蒋中正先生为台湾的经济 包括三七五减租土地改革 为台湾的国座 包括坚定的捍卫了中华民国在台湾的安全 包括我们守住联合国一直到1971年 包括台湾的民主政治的地方的选举开始展现 包括我们的九联国教 包括我们的中小企业的经济发展 台湾能够成为亚洲四小龙 蒋中正先生绝对是功不可没 而他所扮演的角色可能还远远超过蒋经国先生 在这种情况下如果我们有历史的事实 再加上全世界我们大家要公认的事实 民进党今天凭什么要拆中正纪念堂 凭什么要把这个当时由全世界所有的侨胞 以及朋友共同所捐赠的中正纪念堂 要转为一个自己打击一己的一个工具 所以我作为中国国民党的党主席 我会坚决的捍卫这个社会应该有的正义跟公平 是 校长请教一下 因为现在疫情真的是实践很多民众都非常恐慌 还生怕自己会得病 但是像之前这个像是霍台铭那边 想要再多购买疫苗的时候 曾中学说好像似乎是已经足够了 但是现在疫情似乎又要拉警报 您怎么看民进党目前的这个防疫的这个做法 民进党在这个疫情事件上 我觉得就是一个草菅人命抹灭人性 今天有很多东西是应该超越所有政治意识形态的 人性就是应该超越意识形态 人命应该超越所有的政治操作 台湾的疫苗不够 这是一个所有台湾老百姓都了解的事实 今天如果说台湾的疫苗能够解决 不会发生青年世代对于民进党政府 这种行为不满的情况所发生 台湾的问题在于说疫苗不够 可是民进党政府每次反复的讲说 疫苗够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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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但是我们看到的疫苗就是不够 到底是为了什么 以前最多的原因是因为政治意识形态 包括上海的复兴的德国BNT 不让他进来 或者要加上复辟态是不容许的 后来在需要的情况下 民众的反应之下 一直不断的反应 民进党终于做最大的让步 可是呢 还是要我们强迫 我们去打那个没有经过三期实验的 高端的疫苗 完全是人民的生命如草芥 所以我真的在这边呼吁蔡英文政府 赶快的向国际上采购合格的疫苗 对于民间自行的采购也不要给予拒绝 因为民间的生命 其实不是你政府可以负责任的了的 所以我希望蔡英文政府放下你的贵手 好好的为台湾老百姓着想 不要一个人躲在总统府里面吹冷气 不管台湾的老百姓的死活 这是一个非常要不得的事情 您看这个事情 是一个非常要不得的事情 但是我们看这个事情 要稍微有了 是一个非常要不得的事情 如果您有一些人在做我们要选择